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音 这里提到重心仍然在信心的领受里面 这个总题里面 这个信心同行成长考验里面的第一部分 约节的经文是一章十一至十二节 他说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灵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这里叫我们有一个 好像心里面有些不太明白 是不是保罗就是单单好像是天啟 以至到他不需要借着任何的人 来去认识福音 他有圣经 他也是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语 但这里似乎是突显着他作为使徒的权柄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这个单单出于使徒就可以呢 如果接着我们看 无论是第一章还是第二章 我们会发现原来又不是这样的 在第一章这段的经文 我们首先要留意 其实是归属一个整体的 故此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里面说 但愿不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圆圆 然后去到最末二十四节 也提到他们就为我的缘故 归荣耀给神 其实是首尾相和应 那当然我们看第十一节至二十四节 彷彿是保罗那个个人的见证 但是并不是停留在这 保罗很想借着这个见证 来说出福音 他的领受 以至世上每一个人的领受 是如何能够掌握 如果我们去看 在第一章的第一节 其实和我们刚才所读的《约节》很相似 十一至十二节 十一至十二节 他在出表我们知道 原来福音的本源 不是出于人 不是从人去领受 不是从人去教导的 没有人能够凭着他们的智慧 猜度 又或者行善 学义 能够认识福音 唯有从主的启示 才可以 这是那个本源 然后我们去看 所以 保罗就想要带出他自己 就是这样 很个人来到和耶稣 有这样的关系 怎么知道我们都一样 不是基督教教育的知识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信主 所以我有些时候很喜欢基督教 他不是说我信基督教的 我是说什么 信耶稣 是一种个人的关系 是一种仿佛很私密 很隐秘 很个人性的一种的关系 你看回 其实保罗在接着的经文 就由第十三节 去到第十六节 就带出这种的对比 他曾经走过一条的路 是真的出于人 是从人当中去领受 那些的教导 以至他奋发的 留意 在十三至十四节 他说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宗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迫得残害神的教会 然后十四节 他仿佛用一个很正面的字眼说 他说我又在犹太教宗 比我本国许多同税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从人 仿佛 无论用宗教的角度 用人的教导 是可以出尽自己的力量的 所以简单说就是我奋斗 所以有长进的 有热心的 仿佛不是坏事 不过 都只不过是一些不合神心意 没有能够满足神心意 那一种的期盼 深深六节就很不同 反倒他就带出是什么呢 他说 然而把我从无福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你就留意 原来是出于神那种的简选 以至叫他还未出世之先 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 然后又再一次大吐 是施恩召佑他的神 这个呼唤是要建立 和他个人的关系 他领受了 然后他就去传 如果看今天我们这个段落 第十一节他说传 然后二十三节 也是说到传阳 整个段落就是 这个版我们看到 原来宝王是怎样 好真真实实 个人和主经的关系 以致领受 然后去传阳 当我们看的经文下去 你发现 他提到由十三节 至到这个十六节里面 甚至计后的经文 整个第一章 四次提到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和熟血气人的商量 没有上耶路撒冷 没有见众史图门 甚至会有一个犹太的教会 他想带出一件什么的事 就是原来没有参集 人的一种元素在其中 以至叫他矫正 或者按他们的规范 来表现 那个福音 当我们这样看 我想大家看一看 那种对比 在左边的 就是说到关于 出于人的遗传 一代一代 你要传承下去 不是犹太人的传承不好 而是这个不足以帮助他们 建立和神的关系 因为既然关系 就是要神介入 在其中 和他无左隔的建立关系 而不是有中间人的 如果是这样 就拦阻这个人 和神建立关系 今天 基督教之所以 在强调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亲近神 不需要短着 中间人 这件事情 同时之间 不是出于人的掌准 他的努力 他的热心 又或者出于他的血气 相反 全部都出于右手边 是神的简选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呼召 是神的差遣 整个过程都是受感 在神的推动 在里外里面 带动一个人 去传福音 以至建立教会 不是人的结罪 那是神的教会 所以 今天 我们和这位上帝的关系 不是星期日 不是单是你查经 或者灵修的时间 是24小时 有些时候 会叫我们 很惊吓 很愧疚 因为 我们整个生活作息 彷彿好像在神的面前要通透 就好像经文的里面十字 所以 保罗都 带着这种含义 他说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不是单是你一刻 而是活在神的面前 鼎姐妹 今天 是什么驱适你成长 是回应神在你心里感动 还是只不过你想掌净给人去看 或者自己得到肯定 今天 当你去决定大小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去做决责的时候 究竟是让上帝去带领你 还是是 你自己去分析 你去跟从周遭的人 来做决定 唯有你和我能够先活那种信仰的体验 而且是持久的关系 还要叫你和我能够带着时一 听上帝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更加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会去到第二章